陈牧先生,药英文、张冉文、マッサー 今天能够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员 他是先锋教会的创会牧师 也是我们教会的好朋友 他跟我们同行很多年 在第一堂的时候 他释放神的话语 我觉得很贼心 我要匯改 我要成为一个喜悦神亮善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同样你们 预备好自己 来到领受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来 来欢迎杨天莫师 感谢主 哈利利亚 感谢主 多谢耶稣 很开心在这里和你们一起 来分享神的话语 你们准备好听到没有 在开始讲到之前 也很感谢教会 也很感谢三牧师 给我有机会来和你们分享 也不让我在这里 来推动我们的事工 在这里我带了我们一只 新出版的CD来 这个CD是8月才做好的 马来西亚Show Work那边 一个很好的乐团 帮我们来制作这个CD 有广东话和华语 为什么要做这一款CD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正在准备建堂 因为我们正在租的地方 在未来的时间 可能我们也需要来想想 会不会 或者他也想想 会不会让我们继续用下去 或者我们也想想 能不能用下去 所以我们无论是有一个 聚会的地方 或者是行政的地方 也好 我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 我们做第一阶段的筹备 所以就很感谢 马来西亚那边的弟兄 帮我们做的CD是支持我们的 所以他免费送给我们 祝福了我们的 但是我们也很想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出去 就是想人来支持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 但受那些人来拿 我们也很想有一些东西 来祝福他们 所以里面有一些 敬拜赞美诗歌 而其中有一首 不是敬拜赞美诗歌 就是一个 如果你上来 会看到一个弟兄在下方卖东西 他是其中一个教会的执事 他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也很年轻 他有他的故事 你可以上youtube 来找他的见证 因为我们早前就在一个学校里面 就来讲讲他的见证 有个老师说 他的见证很好 可不可以怎么处理一下 我有一位弟兄 就很用心地 帮他拍了一个三分钟的 一个很短的见证 就讲他小时候 如何不好发的 在他准备要拍的见证的时候 就很感动 我有一首歌写给他 在当中制作了这首歌 叫做改写 最初是用他的名字来做那首歌 他觉得很厉害 后来出版的时候 觉得不要用他的名字 那么厉害 所以叫做改写 也可以上youtube 来找回这个见证 我想请你们支持我们建堂 多谢牧师他给我们在这里宣传 但同样也为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来讨告 因为现在楼价又标得很厉害 请大家都为我们讨告 求神要预备一个地方 另外一件事 我们也很荣幸来推广的一件事 就是在12月5日、6日、7日 我们就会和你们教会 你们教会 非常慷慨 给我们用你们的地方 在礼拜五晚、礼拜六的下午 和晚上 和礼拜日的晚上 我们会在这里 有一个第二届海外五巡中 华人的五巡中大会 的一个香港聚会 这个聚会 原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就是纪念到神社会一百周年 但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个五巡中的角度 来讲解信仰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一件事 今时今日我们是不能单靠 宗教的情感来过活的 你可以很爱耶稣 但你爱到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你也是混混恶恶的 来做基督徒 你同意吗 你看看旁边的人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某一个时间 我们的而且确 我们需要在信仰上高 我们真的扎根很深的 阿们 有些时候 我们的情感不生效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高 来叫我们坚固 所以在这几晚的聚会里面 因为在过去 这个聚会 已经在马来西亚举行 由2007年到现在 每年一届 就是来讲到 我们五巡节的信仰 那些特点和重要性 如何帮助我们的信徒 来建立一个宗教生活 在去年 三牧师也吩咐过我们 在你们当中 来讲过关于五巡节的信仰 我相信 对大家也有一定的帮助 但这次我们会有点特别 第一晚 我们会请到 在台湾的 台湾神教会的总会长 颜金龙牧师 来带领第一晚的奉行聚会 那一晚的聚会 会很特别 我们给了一个题目 其实这三天的题目 就是五巡节的身份 就是如何做一个所谓Pentecostal 我们做一个五巡节的人 有什么意思 颜牧师也很特别 他是一个原住民 他后来选到 做台湾神教会的会长 他说是等于 美国选到奥巴马 做总统一样 那么有趣 因为你很难想象 一个黑人做总统 同样他也很难 是一个原住民 做神教会的总会长 因为原住民原则上 在台湾 是不太被尊重的 我早前跟他说 我小时候在幼稚园 想起幼稚园 跳山地舞 每年都要做这样的表演 那时候我们说山地舞 很厉害 他说你知不知道 其实说山地这两个字 已经是对原住民的 一个歧视的说法 因为我们那时候说山地 就是觉得 哇 阿里山的姑娘 就是那些 原来是这么严重的地步 所以他说 听到早期五旬节的 好像斯蒙姆牧斯 是因为种族隔离的问题 要坐在班房外边 来上神学 他说我印象是很深的 因为我小时候 在台湾读书就是这样的 就是当地的人 会把我们分开 因为他是泰亚族 是杀头那些 就是以前是斩人头那些 所以他们是被看为是一帮很化外的人 但是他做了会长之后 就是 就是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其中一个信息就是 神能够把一些我们看似 好像不是很好的东西 会变得很好的 你可以说阿们 真的 在好几年前 当他刚选到做会长的时候 跟我说一次 牧斯也是人 OK 你明白这句话 我就说 哇 有个总会长的朋友真是厉害 就请他过来香港 就是带一下聚会 就是 因为总会长来的 你的教会带聚会 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以为 就是请了他来 因为好几年之前 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也被人整股过 OK 跟我讲一次 牧斯也是人 他们邀请我过去 就说 杨牧斯 过来带个报道会 我说 报道会没问题 我去到坐下之后 发觉那张单章是写 医治报道会 你明白 报道会和医治报道会 是两样东西 报道会 就是你说完 就是大家闭上眼 有没有人信耶稣 就是你叫大家不要打开眼 就完全没有压力 你明白 就是有多少人信耶稣 大家不打开眼睛 看不到的 医治报道会 就是要货真价实 要有医治的 我说 这是两回事 他说 不要紧了 你便做到 当然我们也相信 神的同在 Hallelujah 是真的OK的 你知道 人学坏 很容易学好 很难 于是当牧斯来的时候 我又加了两个字 在他的单章里 所以他到现在都说我欺骗他过来的 他的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是很有趣的 当时他们的侍奉是在台北的红灯区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服事 就是要将一些在酒店 他们叫做酒店 就是我们的 现在的酒吧 但是更严重的 就是有陪酒旅浪 那些 那些的女孩救出来 因为是有很多的原住民 因为他们的身世 因为各样的缘故 是流落了那些地方 那么他的服事 就是两夫妻 去拯救这些女孩出来 传福音给他们 那么现在他们很厉害的 就是在那些酒店 就是开业之前 就在他们的酒店里开小组 因为有些人 就是他信了主之后 他未必立刻可以 离开到这个环境 但是呢 就是有很多 他们现在的同工 都是一些过来人 在那里得救的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工 就是帮助那些女孩 是非常好的事工 但是他来到香港 他太太就说了 喂 什么是这样的 就是你懂得做的吗 她说不懂的 那怎么办 就是来到这里 不如神放在那里 就做吧 不死的 那么做 怎样也很奇妙 在香港那一次的聚会 神真的使用她很重要 很多奇怪的病 都得到医治 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两夫妻就有一个决定 就是 神不应该仅在香港的神 神也是在台北的神 就是如果你知道 台湾的神召会 是比较少的 那么他们就开始 祷告 做这件事 每个礼拜日 下午就有一个 的福音聚会 就是医治的聚会 由一天开始 很多医治的神职 尤其是在他们的教会发生 当时他们的教会 大概是150人左右 现在他们的教会 大概是下午的聚会 应该是500多人 并且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 来服侍 所以她会来告诉我们 在教义的帮助下 她是如何服侍的 就是从原先 去拯救那些很低下的 现在来做神医报道家 作为教义 就是在教义上 她究竟是如何进入到 一个新日服侍 在星期六那两堂聚会 要报名的 我们会有一个很小的 报名费 但是会送一本书给你 所以这个报名费 只不过是书钱 那 因为最主要 我知道大家都不会 怎么买书 所以不如报名送书 那我们的书 就可以去快些 这也是一个策略 OK 有聪明智慧 下午这一场 的时间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我就轻松一点 早上早上很紧张 OK 那么 下午那一个section 会是小弟说的 OK 就会说到一个的情况 就是我们五旬节日的启示观 和方派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们读圣经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为什么读圣经 我们会相信神之歧视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公众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方式是不同的 就是有些教会他们信神之歧视 在哪里 在圣经那里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神之歧视在哪里 在我们当中 哈利雷尔 因为耶稣这样说 天国在我们当中 我们读圣经是有些不同的 晚上我们就会有一个section 就是会说到 在我们五旬节的四大教义 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医生 耶稣是圣灵私隅者 耶稣是再来君王 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也会跟你说 耶稣作为再来君王对我们的意义 因为很重要的 我们不仅是去敬拜一个神 是敬拜这个神的时候 祂会改变我们成为祂的样式 阿们 所以在那一晚我就会说这句题目 星期日晚我们会有一个福音聚会 也会有一个庆典 我也会带领聚会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时候 因为教会这么好借的地方给我们 我也很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 在自圣的真道上去造就自己 我们不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 我们要两只脚站在那儿 所以我鼓励你参加 好了 讲完题外话 我们可以讲到 你不介意我脱衣服 好吗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衣服是怎样 我以为要穿着大衣服来 OK 那这样OK 没问题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母多谢你 哈利利亚 为了你的同财 我们感到兴奋 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来做神迹歧事 大能地来证明你是我们上帝的那位 最后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 我们真是何等一个荣幸 因为有一个永活的真神是给我们来到你服侍 并且和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永远的关系 所以最后我们在这里来到你 将一切荣幸中赚归给你 正如我们刚才对你的敬拜 我们宣告你真是好 所以今天将你的好 借着你的话语 来到你和我们 来到显明更加清楚 圣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 感动我们 震撼我们 我最后好叫我们 按照你的话语 成为你的样式 圣灵你的高末尼 是 主吹气入来 好让我们所传说的每一句话 是由你而来 我们所听到的 听得更加清楚 由你而来的话 以至于主 塑造我们的生命 学像耶稣 主 以至于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得到最大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着耶稣得圣的名字而求 Amen 哈利路亚 给耶稣最大的荣耀 感谢主 欣奉少许 哈利路亚 OK 望望既然那个 你给个笑容来看看 你给我一个好一些 港道的平台 感谢主 感谢主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究竟我们的崇拜 会发生一个什么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做完崇拜之后 我们出去 究竟会有什么的改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能我们现在在想 待会我们找不到位置吃饭 或者是这样 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现在 活在香港这这么特殊的时间 说真的 我几十岁人 OK 生哥问我 为什么你多了这么多白头发 我应该的 OK 就是这样的年纪 OK 我说我没有染的 OK 我们跟随保诺的说法 I die everyday 应该每一天都染一下 OK 但是 我在香港这么多年 我真的觉得 现在这段时间是很混乱的 我不会说它是黑暗 感谢神 混乱 我们会觉得有点烦焰 天天听到的东西 是不多老礼的 你看Facebook 除了现在大家 天天讲感恩之外 其实很多的 是 当然 感谢神 你不淋冰水就感恩 感谢主 你不淋冰水就很好了 OK 感谢神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的 讨论在当中 是令到我们心烦 你走不掉 你现在发觉你走不掉 因为 你不看Facebook好 你不看新闻好 你坐在那儿吃饭 旁边的人都会在那儿 他在骂 做基督徒 正如圣经这样说 我们不要 效法这个世界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坐在那儿 世界就在影响我们 所以 你里面有的东西 是在决定 你可不可以 和我们的主一同来掌王权 我想请你记得 我们蒙诏 不是只要得救 我们蒙诏 是要和基督一同掌权 我们蒙诏 不是只要做一个门徒 跟着耶稣 我们蒙诏 是要成为他的使徒 将福音传开 将天国的文化 带来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这个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可不可以说Amen 但是你怎样理解你的信仰 就会决定 你可以活出怎样的信仰 正如我们说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信耶稣是救主 我们信耶稣是医生 我们信耶稣是圣灵施浸者 我们信耶稣是在来的君王 特别第四项 耶稣在来的君王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相信一样东西 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混乱 这么多的麻烦 这么多的讨论 民攻打民国 攻打国 现在连苏格兰也准备要独立 ISIS的问题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 聪明讲的 吹过七个号 不等于你听到声音 咚咚咚咚 才有事情发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在最近我所讲的 红色月亮 的情况 你知道末日近 如果你在YouTube 找一些资料 就是heavenly trumpet 就是heavenly sound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会发觉 其实在近几年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突然之间都有 哇哇哇哇的声音 在天空里 你有没有留意这件事 如果没有,你回去找YouTube 最近那一次是去年 在温哥华 这件事是发生在俄罗斯温哥华 各个地方 有些人说是否天使吹号 我不敢说 因为我也看不到 可能或者我们香港这么吵的地方 吹完你都听不到 但是我们不需要靠吹号 而知道耶稣回来 是不是啊,弟兄姊妹 但是你知道 可以不用这么认真 因为最近有一个认真你就输了 耶稣正回来 你知道的 特别是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一起 讲谎言 你以为真的不懂得说话吗 讲谎言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在于 叫我们知道 圣灵和我们同在 在末后的日子 神要将灵敲灌 给烦有血气 所以当你讲谎言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末后的日子 Amen 你知不知道这是末后的日子 你同不同意 现在是末后的日子 你看ISIS那些 我感谢神 有人说我良博的 但是我真的感谢神 良博的 我没有生日以赖 这个良博不是我要选择的 感谢主 你知道你是多幸福 你知道你在香港 你能够带来的 那一个 福音的果效是多大 我们不用走难 当然我们会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们应该要看到一件事 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 是告诉我们 耶稣是回来的 这些是迫伯 是何等的真实的 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仍然是在按键 你明白吗 星期五 大家很忙去按键 我问 其实星期五 下午有多少人 是很认真上班的呢 懂笑的那些 你知道我做什么 通常懂笑的那些都是按过的 还要按完整个 下午发觉 原来人家的网页 是写错coding 所以按不了进去 你就在那里骂自己 为什么这么蠢 不拿个电话出来 你不知什么事 大家赶着买iPhone去炒 我们知道耶稣回来 但是我们在按键 我们知道是一个末后的日子 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有调整 兄姐妹 你不可以没有了耶稣回来 这个这么重要的信仰 耶稣是正在回来的 同一样的说 耶稣正在回来 耶稣回来做什么呢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然是审判 你要交账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活在一个 很happy的状态里面 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 如果突然之间 说一说一说 你最希望的 没说完到耶稣回来 就不用听他说 对不对 我也很希望耶稣 快点回来 我们不用供楼 感谢主 这些是我们的愿望 但是你不要忘记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向他交账 你不可以只是信 耶稣是救主 而不信 耶稣是再来往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譬如我们现在说 我们怎么看 现在来香港有的政治制度 我们要的社会 我们追求的公平公义 我想告诉你 有很多基督徒 他会有某一些的追求 有某一些的目的 有某一些他们认为 要达到的一些的目标 其中一个情况就是 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主 所以 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 他已经带来了释放 他已经带来了他的国度 所以基督徒应该 要追求他的国度 和公义和平 出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你可以说Amen吗 我相信这件事 但是 正是信耶稣是救主 并不是基督教信的那些全部 如果我们只是以耶稣作为救主 我们追求不到 那个所谓 我们理想中的天国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很失望 我们会开始用自己的办法 令到那个天国出现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我老师跟我说的那句话 所有人间的地狱都是那些追求地上天国的人 搞出来的 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不是很认识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活在 五十年代的中国 有很多人回过去 来做宣教 你会见到很多人受过迫白 难道他们那时候 不是打算要大跃进的吗 难道他们那时候 不是打算要一个更好的新中国的吗 只是相信耶稣是救主 不足够 我们要记得 耶稣正在回来 他是在来的君王 他要求每一个 去追求天国的人 向他交仗 他要求每一个 在地上说 活出他生命的人 向他交仗 他要求 我们很认真地 来用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态度和心态 来面对我们每一天 以至于我们不会用了他的名 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 来做他们认为对的事 可不可以说Amen 今天教会生活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也有很多人高举主啊主啊的名 来胡作非为 今天我们的社会 都有很多人高举主啊主啊的名 来胡作非为 我们不可以只是看耶稣 只是一个救主 他是在来的君王 所以如果你明白 耶稣是在来君王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耶稣 怎样要求那一帮有这个信仰的人 好好过他们的生活 《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 我们看这段圣经 如果你有带圣经 请你多揭一些圣经 不要习惯用PowerPoint 用圣经 在这24章 耶稣开始 在《马太福音》里面 第五大段的讲论 因为《马太福音》的 《马太福音》的写作里面有一个特色 就是《马太》要将耶稣 塑造成为新的摩世 所以《摩世》登山补分 在《西乃山》颁布十届 《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 耶稣讲登山补分 你听见古人有话说 但我现在告诉你 《马太福音》的那一个布局 是将耶稣的讲论变成五大段 就好像《五经》这样的 因为耶稣是比《摩世》更伟大的先知 在第24章开始的时候 耶稣就开始讲他第五大段的讲道 就是关乎末世的信息 同样是说耶稣正回来 有人问 喂 圣殿这么宏伟 将来如何啊 24章开始 耶稣说 有一天 石头不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 要完全被毁灭 接着耶稣就讲到 关于你们怎么样 面对主后七十年 那一次的圣殿的大毁灭 其实这个的讲法 不只是对当代基督徒来说 接着去到第四十五节 他说 既然你知道一件事 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好像拆回来那样 你究竟应该要怎么面对这个日子呢 第四十五节 耶稣就开始讲了一句话 非常之重要 他说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如果你有时间回去 请你看24、25章 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末后的日子 你作为属于神的人 留意这个是仆人的意思 这个是仆人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 你知道是奴隶 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奴隶 你知道是奴隶 因为如果你的家里有外傭在这里 现在他们也差不多在我们的状态里面 也有点奴隶 你说你对他很好 起码你有冷气他未必有冷气 对不对 这个奴隶的意思不是说 我很不甘心情愿这样做的 在圣里面讲到的这个奴隶 就是好像在生命记里讲到的 爱的奴隶 就是在这个欺年之后 如果你决定很爱这个主人 你要留在他的家里 于是你要把耳朵放在门里面 打一个耳孔 来证明你很爱这个主人 你不愿意离开 是爱的奴隶 所以穿耳是代表爱的 OK 我愿意一生一世来服侍这个主人 我愿意来甘心情愿服侍他 圣经说的奴隶的意思在这里 但是你要明白有些的时候虽然你很爱 你心态上会有些问题的 就是我这么爱他 他应该当我是家人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公司做了很多年 我做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应该对我好一些 有没有这样想法 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在我的人生里面 我从22岁开始出来服侍神 就是在神后院教书 直到2008年我离开神后院 因为某些原因 我被要求离开 我当时我都问了 为什么我将整个人生 最美好的青春人生 有多少十年 我还给了16年 给了一个地方 可以突然之间离开 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如果你说你被人离开过 我也被人离开过的 所以我能够明白你的感受 即我离开的时候 我想告诉你 有点心理变态 我有了一年的时间心理变态 我为什么这么努力 为什么我用我的青春 来贡献了我自己的青春 我还有多少青春 如果那16年不在神学院 我做教会 我的教会很大 你以为的 你以为的 但是就开始心理变态了 你觉得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大哥 我们会觉得 我们尽了这么多力 我们做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没有结果 因为我们的眼光是看现在 而耶稣要我们看的 是末后的日子 究竟会是怎样 耶稣要我们看的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我们要得到什么 他首先要把我们的眼光 摆回来 这是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未来就是一个关于永恒的问题 你不要只看现在 因为如果你只看现在的时候 你会开始 来想 想想我的能力做了多少 我值得多少 我配得多少 请你记得 因典 耶稣给你的救恩 本来就是你不值得的 所以他问一个问题 瑞士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你不要想着 我做了仆人 我应该 不是 耶稣要求仆人 有一个心态 你要 忠心 和有见识 这是第一个层次 我要跟你说的 行不行 我说得悶不悶 你给我看一个不是很悶的 我看一看 我很紧张 我看到你 这么认真 OK 听到应该认真 第二 马大方第25章 耶稣进入去 讲第二个 关于天国的事情 因为天国是一个 末后的事情 天国是出现在末世里面的 天国的比喻 第一个 你会记得 就是那十个同女 我不在这里讲了 第二个 就是按财售托 五千 两千 一千 不知道我讲什么的 回去读你的圣经 令到你的知识进步 感谢主 五千 两千 一千 都最后 耶稣给了一个的评语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 那一个 拿五千 五千 他连得 稍后我有机会 我讲上一堂 我没有讲到这里 五千他连得 他赚了另外五千他连得 耶稣就跟他说 主人说 好 你自己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最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将这 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力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在一个末世的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有几种的态度 良善 忠心 有见识 不过今天我要调转来跟你说 有见识 忠心 良善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 这三样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次序的 我读圣经 有一个原则 我知道 Rick Warren出了一本书 Rick Warren 读经法 华里克穆斯的读经法 杨天恩也有读经法 不过不是很重要 所以没有输出 不过 在里面 我发觉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要记得的就是 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次序 你是永远不可以撈乱的 比方 讲到 谎言 和误性的祈祷 很久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他从来没有撈乱过 那个次序 你记得是先讲谎言 然后误性 OK 他没有写一写就乱了 要误性 祈祷 不是 他是谎言 误性 圣经里面 无论旧的新药 对于救恩和医治的看法 没有撈乱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业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疾病 你不可以先说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疾病 然后赦免我们的罪业 不是 因为 这字是在救恩里面 救恩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 耶稣讲到 良善 忠心 你不可以反过来 忠心 良善 不是 是良善 忠心 忠心 有见识 而这三样东西 我想跟你说 是耶稣 要求我们作门徒 今天 在这个末世 你觉得很混乱 你觉得很恐惧 你觉得很恐怖 你觉得罗马人 他们觉得罗马人 在压制犹太人的时代 他们的民族 没有自己独立的土地 他们没有独立的王 他们在渴望 尼塞亚来临 那种恐惧的状况下 与我们今天香港人 所面对的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这个状况下 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是 听着 你要良善 忠心 有见识 好 什么叫有见识 在这里 我们首先讲一个最低的层次 你没有这个层次 你不要讲忠心 同学说 有见识 什么叫有见识呢 OK 如果用广东话讲 就是知好带 OK 如果说得文雅一些 就叫做 识时勿者为尽结 OK 就是用广东话讲 就是懂得看人眉头眼睛 知道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 因为圣经里面 这个字 什么叫有见识 就是聪明 精明 并且 很重要 看到什么是真利益所在 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利益 譬如 你买股票的那些 你不会什么什么 就是政府的 你要看到 就是你要做研究的 你不是买大薪 哦 这个是顺利卖 不会的 是吧 就是你要去认识 那家公司 现在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有盈利的机会呢 上班 你会知道 你老板这一轮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要跟他讲什么 懂不懂 OK 就是你要懂得看人眉头眼睛 你做老板的 你应该很明白这句说话 对不对 做老板有些时候 未必看到的 OK 他们时运通常都高的 在路纳法文第十六章 记载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对于很多读圣经的人来说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为什么的 因为耶稣赞了一帮人 叫做世界之子 比光明之子 是更醒目的 但在路纳法文第十六章 你回去请你看看这一段圣经 耶稣就说 比如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他出了名就是打斧头 以及做事不清不错的 但是他就做管家 就是做管家的地步 是一点都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管家是怎样的呢 最终有一天就走漏了风声 他所做的事 就让他的老板知道 他做得不好 所以主人就叫他来了 对他说 我听说你做事不干不正 麻烦你交代 你本数 并且 你不可以再做管家了 好过瘾 炒了你 都要交账 你不要以为 我炒了我 我什么都不用你 不是的 炒完都仍然可以有刑事责任的 炒完你做错的事 仍然可以捉回来 这个主人就说 喂 你来交账 于是乎 交了 好了 OK 这样交账 他想着想着 哎呀死了 现在老板要炒我了 那怎么办呢 你会不会害怕这些东西 就是他在想 那我怎么呢 现在这样的年纪 出去 我做不回这个职位了 坐地吗 无力 圣经这样说的 黑食吗 无面 可以怎样呢 当你看完圣经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灯蛋叮着了 来来来来 哇 很多人欠我老板的 喂 你欠我老板多少 快告诉我 没什么 500斤油而已 写250斤就可以了 写250斤 没问题 OK 接着他问 你欠我老板多少 有一百石 一百石的墨 八十石 够了 够了 这件事 你都知道 这个主人这么神通广 但是没理由 这些东西不知道 这个主人 知道之后 你猜什么呢 耶稣就说了 哇 这个人 真是厉害 世界之子 给你们光明之子 醒目 精明 这个字出了来 聪明几多 哇 耶稣不是鼓励我们 来到去作弊 立刻开始 哈利路亚了 对吧 重点不是这里 所以有很多人 读不明白这段圣经 我们出了读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究竟讲什么 但是 耶稣在之后 他讲了一件 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小事中心 大事中心 但是有另外一个意义 很重要 他说 究竟你怎么看财富 财富能够带来的 那一个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 当他这样来 买通了那些人的时候 他们想着 他没得做这份工了 就是有人会接他 去他的家 所以你会不会用你的财富 来准备 要进入永生的帐篷呢 耶稣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世界 是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有没有为到你的永生 来到去预备 你有没有为到你的将来 来到去预备 你的将来 不是只是在你死之前的日子 你的将来 是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的 不要说我吓你 虽然我们刚才唱 你的怜悯到永远 Hallelujah 你的恩慈到永远 神 为什么要怜悯到永远 神的恩慈 为什么要到永远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到永远的 Hallelujah 神的爱是到永远 因为他看我们是永远的 Hallelujah 今天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就是 只是看现在 只是看我们 我们见得到的时间 耶稣再回来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是到永远的 你不要只看现在 你不要只看一个 你看得见的时间 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 你知道 当你驾车了十几年之后 如果你再去考牌 有这样的危险 机会再去考牌 的话 你通常是考不了的 你明白我这句话吗 因为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已经建立了 非常之错误的驾驶 你的经验 例如 赤盲点 很快的 好像你借饭祈祷那样快 OK 就是 你 就是以前 开车 师傅他说 看后边 你是真的 通常都不会发生意外的 OK 但是你知道 你真的去高速公路 开车 你是不可能这样 所以 由我开车第一天开始 那块镜是跟着我现在 我开了二十年车 那块镜二十年没换过 就是 是一块非常之长的到后镜 原理上我一看 我就看完所有了 所以后边就好像借饭那样快 这是一个很错的驾驶方法 所以早前轮后 我车坏了一个弟兄借駕车 我极之不习惯 回到去 哭了一声 如果我再去考车 我做不了这些动作出来 是不会有这些习惯的 有些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已经在地上的生活 建立了一些错误的习惯 我们已经忘记了 最真实地 要活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所以我们习惯了看现在 我们习惯了 我们觉得现在不行 OK 我们就死求 烂求 我们相信 神是现在回应我们 我不知道为何神是很有趣的神 感谢主 我们这一代人 所有的东西都要很快 譬如说 我们追求了民主三十年都没什么 但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 来说 其实追求了民主几年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他们需要的回应的速度 是等于 他要他妈买的iPhone 给他这么快 买不到 Android都不要 不要不要 我一定要那个 如果我们的子女 如果我们小时候的 他原则上 就像圣经那样说 求责得知的 OK 你不知道这四个字 圣经有一个求责得知 我们很快 我不明白的 譬如说 其中一个我和福兴教会的渊源 就是我得到圣灵充满的过程 是在福兴教会里酝酿的 我追求了圣灵充满 港方言三个月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每一个星期 当时如果福兴教会有聚会 在太子那里我都去参加 那时候不流行排在一个个按手 是流行打直排队 来排队等牧师按手 就是我是那个时代的人 OK 所以现在有白头发是应该的 OK 那时候我求了三个月都没有 有些人说求了几年都没有 但是现在那些小孩 一按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说得这么快 你知道吗 神的回应很快 但是不代表神每一次的回应 都是这么快 因为神不想我们 我们只是看到现在 神要我们看的 是关于永恒的事 如果我们去看永恒的时候 我们就会 就会对于现在 好像未发生的事 我们仍然有忍耐 今早弟兄在这里分享 我们仍然会有盼望 我们祷告的状态不同 我们不会说 神啊你不回应我 神啊你一定会回应 但是时候未到 所以我不会用我的方法 来超过你的工作 今天有很多人 为什么会失望 因为他觉得 他的现在没有被满足 但是神不是为了要满足你的现在 神是为了要满足一个更大的计划 就是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那一个不开心 我们对于自由行 在我们社会带来的侵害 我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们不想他来 但是我们又想赚他的钱 所以我们要快点买到iPhone 因为 在说六plus 市价是三万七千元 OK 哎呀对不起 我好像说得很熟悉 很罪恶 OK 现在大家这几天 就是大家不是说灵修分享 是说按不按键 不是卖到的 不是我说的 就是弟兄姊妹跟我说的 OK 责任在别人里头 OK 但是 有很多时候 其实神想我们看到的 不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什么 所以什么叫做 精明呢 精明的人 是你会看到 现在神所安排的一个环境 究竟有什么的意义 所以什么叫做 有见识 我会这样给一个定义 在圣经里面 听着 就是要知道 神在这段时间 在我生命里面的旨意 并且我努力去追求成就 这个就叫做有见识 我清楚知道 神在这个时间 要做了些什么 并且放我在这个地方 要达到什么的目的 并且我努力去追求这件事的成就 这个就叫做有见识 否则你的见识 就是懂得看眉头眼睛的 你的见识就很低层次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是这样来 去理解 理解神在你生命里面做的 是什么 你要去完成什么 你的那个有见识 就是见到老板来 我就努力一点 老板不在 我就适合一点 我会变得很假的 你同意吗 其实大家上班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的 你明白的 OK 你不回应是 你觉得不好意思 我说中你的而已 OK 不要紧要 你不是常常见到我 没什么所谓 我不会觉得有什么 OK 有见识是因为你明白神 想你做 譬如有些小孩 他上学 他觉得上学是很无忍的 但是我是很不幸地 在一个九年免费教育的系统里面 现在来着还要十五年 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我们可以很快过去 但是同学 我看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其中一个情况就是 神摆我在那个学校 神摆我在那个地方 是有一些意思的 这份工未必是我喜欢的 但是神摆我在那里有意思的 因为我在那里 是基督的大使 我在那里 是神所命定 我全福音的一个人 我在那里扭转 那里整个的企业的文化 原来我在那里是可以 你不要以为你不行 我是什么potato 不行的 那圣灵充满你做什么呢 圣灵感动你做什么呢 圣灵启示你做什么呢 难道你永远满足 是在那里做什么potato 不会的 不是你的老板掌管你的生命 是上帝掌管你的生命 不是老板放你在那里 或者是时势放你在那里 是上帝放你在那里 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能够分辨的时候 你就会对你的人生 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你就不会觉得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职位 我在这里我好惨啊 好黑暗啊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社会环境 我在这里是很惨啊 早几个礼拜我跟我太太 讲开这个 就是现在我们社会环境的问题 我太太说 很多人想移民 就是我们 移不移啊 当然 讲一下而已 移什么 就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脱毛出去 移民 不可能的嘛 对不起 这个是事实来的 那你知不知道 做牧师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如果你在外边 有些人认识你 都会问问你 你会不会过来做啊 这样 OK 那事实上 我有人问过的 我都觉得 哇 那个地方不错 这个教育很好 原来我们想着 他怎么服侍神 是决定于 那个孩子受的教育 是什么的 当然我不是那么堕落 不然你在这里 看不到我 OK 我仍然在香港 但我太太说了一句 智慧的说话 真是智慧夫人 她说现在你在香港 你好像看到 好像政治收紧 或者各样的收紧 我们在这里 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些自由 但就算你去到美国 去到加拿大 你好像 人比较自由一些 但是思想上 你不自由的 譬如 对于同性的婚姻的看法 譬如 譬如 对于基督徒 你的言论的自由 在学校里面 你能不能够讨告 或者甚至 来说一些 你所深信的价值的时候 其实在一些的地方 一样是这么不自由的 你们可不可以说 阿门 大家都有不自由的地方 你避得去哪里 但神放在我们 在这个时间 是有某个特定的目的的 阿们 正如过去香港150年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事 我去回应 你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神就是在找着这些人 在你的公司里面 或者有些时候 你觉得 为什么这些政策这么差 我去感谢神 是神在你生命里面掌权 并且显出他神之歧视的时间 老实说 我相信有些政治制度是比较好 但就算追求不了 不代表是我们的末日 也不代表 我们要用尽一切的办法 破坏我们原本有的德行 来追求一个地上的制度 说真的 神仍然对我们香港这个地方 是有他的美意 你会觉得政府不能够处理的问题 政府不公议 选举制度不公议 引致各样的问题 我绝对同意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上帝从来没有将他的国度交给政府 上帝将他的国度交给教会 哈利路亚 政府不能够改变的教会 可不可以改变得好些 政府做不到的 社会福利做不到的教会的持维 可不可以做得好些 政府关心不到那些人的 我们教会出传福音的时候 是否只是叫他们出传福音 还是我们可以带来的关怀呢 你说做到的很少 一会儿我会跟你说这一件事 做到的很少不要紧 但是你是在做的 因为耶稣回来的 耶稣回来有第二个意义 一会儿我会跟你说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有 有真正的属灵的有见识 你会很假的 你只是做表面的事情 或者很冷漠地 老板我做好给他看 如果他不在我们就去 我们需要高层次一点 好了 什么叫高层次 中心 同样说中心 中心的意思是什么 信得过你 OK 在圣经里面 当讲到人的时候 我们要信得过神 哈利路亚 为什么我们可以信得过神 因为 保罗和提摩泰这样说 因为他是不失信的上帝 我们会失信他不失信 他不背负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信得过他 Amen 基督徒说的信心 因为神是信得过的 同样 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看着你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审判 不是只要等回来那一天 今天你在这儿敬拜 其实神在问你 喂 我交给你的工作 你有没有做好他 信不信得过你 我交给你的家人 你应该带他去信主 我信不信得过你 他们还没信主 那你有没有为他讨告 哎哟对不起 我交给你的责任 你有没有做好 丁姐妹对不起 有些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 我自己不是那么信得过 交给你的家庭 你有没有好好管理 有些时候 我见到我两个小孩 我真的都觉得很烦 主要我多谢你赐给我老婆 她搞定了 你明白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信得过的 神有没有信得过你呢 那么问题 反过来 你信得过神的时候 祂信得过你 那你要知道 你信的东西是否正确 还是你一生情愿地以为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是一生情愿地以为 我们以为那样东西是可信的 你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呢 最近我觉得有一样 是很有趣的 关于ISIS 当然 当然 这个组织 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去掌管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会去那里打仗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够祷告 你又不要觉得自己没用 因为这个是你最能够做到的 甘谢神 对不对 但如果你连祈祷也不祈祷 就是你有问题了 ISIS的那帮人是很难的 你很难贏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是这样的 他们发动圣战 OK 死了 是会在天上高有永恆的益处的 例如 当我绑着我的炸弹 进去炸死了自己 之后 天上高有七十个柱女在等我 你明白我说的吗 即是 伊斯兰教的 即是极端 不是所有伊斯兰教的 极端的想 所以我后来很不解 那些女人自己炸死了自己 之后 有七十个柱女在上高等她 是有什么用呢 OK OK 没用的 即是他们的信仰很有趣 等于有些人会说 我们基督教有些信仰很有趣 但anyway 你要信得正确 因为最近你会发觉 ISIS的那些很难的 你很难 很难搞它的 真的不怕死这样打 就算美国炸它 它就割你头 但最近 他们有报道出来说 他们怕一样东西 怕什么呢 怕负易得的女兵 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 被男人打死 我发动性战 我死了我都是上天堂的 不过被女人打死 就非常之无非事的 而且 我们死在那些女人手上 是上不了天堂的 所以一见到女人来 他们就不打 就走 所以他们不怕飞机大炮 他们怕女人 是中国人来的 OK 即是我们都怕老婆 OK anyway 你会发觉到一样东西 原来他们的信仰 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们整个的生活状态 都会出问题的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如果你的抹世观错误的时候 你整个服侍神的状态 你都会出问题的 你不可以没有正确的信仰 什么叫重心 什么叫信得过 就是你要信那些东西 是肯定的 以至于我的生命去交涨的时候 我会按照那一个要求 来做得正确 所以有些的时候 你会明白 就是如果别人给你的job description 不清晰 你做完之后 OK 别人要求的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你会瓦仔食黄年 别人交给你的东西 你说得清楚 按照合约来做 OK 我做完 就是应该的 但是有一个的危险 单有中心 其实只不过可以是错误的中心 正如刚才说 ISIS 我举个例子 在圣经里面 记载到有一个人物 在文数记22-24章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 在新约有两次提到他 都是骂他的 他的名字叫巴勒 巴勒是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先知 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 离开了埃及之后 他们所向披美 摩押王巴勒听到 哇 这个以色列人正在来 我怎样呢 又不够他打 所以听闻有一个先知很厉害 说到话都很靓 他的名字叫巴勒 我们找人去 跟他说 叫他就在以色列人 于是乎 这个巴勒王 就派了很多人带着钱 来找巴勒 巴勒 巴勒 你可不可以 来跟他就在以色列 但是上帝已经跟巴勒说了 巴勒就说 你等会我问上帝 上帝就跟他说 不要去 因为我定义会祝福以色列 不要去 于是乎 巴勒 就跟他们说 不行 但是上帝不让我去 好吗 他 好 感谢神 好听话 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引诱这些东西 就不会出现一次 巴勒听到 喂 什么是这样啊 我都需要他 于是乎 就叫他 再拿多点钱 并且告诉巴勒 我给你荣华富贵 超过你想象的 你来吧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的士臣 来找到巴勒 如果你是巴勒 你会怎么做呢 你想想 如果你看过这段 你没看过 你会想 走啦 过主啦 上帝不给啦 会不会是这样 这个叫忠心 他说 等等 我又骑下套 先走 丁子梦 我想警告你一件事 先说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有些时候 那些地步 是很巧妙地 是用宗教的理由 留下来的 你明知神不起愈 他欺什么土而已 神啊 我很喜欢那个男孩 但是他有老婆 主啊怎么办 我和你分享过 以前我结婚 不久有个女孩跟我说 她说 我有一个感动 以后你是我的老公 第一 我真的不太喜欢她的类型 第二 我刚刚结婚 爱情是最浓烈的时候 现在也很好 我跟她说 难道你这样说 就是奏我老婆要死 她死了我才能够帮别人 就算她死了我 也不一定要娶你 对不对 问题是这样 很多时候 我们是用 一些宗教的理由 来到 令我们去敌党神 巴兰说 我先祈祷 他真的去祈祷 神又怎么样 叫你不要去 如果你这么想去 你就去 不过你要留意一件事 我说什么你才好说 好像放了她的牢 很开心 第二天没天亮 已经跟了那些人去 于是乎她就坐着她的路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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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帝真的不想过她的 于是乎 在路程当中 走着那条田基路的时候 奴仔见到上帝的使者站在前面 那些奴仔见到 巴兰见不到 我想告诉你 巴兰是忠心于他的钱 巴兰是忠心于他的利益 巴兰虽然有祈祷 但是他不是真的忠心于上帝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忠心在教会里面 忠心在我们的崗位 忠心在别人 忠心在我们的外大 忠心在别人 忠心在别人的声誉 而不是忠心在上帝里 所以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巴兰看不到上帝的使者 在那里 就是奴仔 反而看到奴仔 donkey 英文就是叫蠢 这是我有限的英文 奴仔忽然在 奴仔插了他的脚 下去田基督 哇 骚髒了 就打他 然后上帝的使者 又站在奴的中间 今次走到在两棵牆 的旁边 奴仔就把巴兰推到牆 他的脚就受伤了 巴兰又在那里醒着奴仔 奴仔没办法 因为奴仔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时候 神迹其事 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逼出来的 Hello 神为什么要动手 因为你真的做得太难了 他坚持要去 今次在一条 单程路那里 上帝的使者 把刀出来 奴仔看到 马上跪下 巴兰又在那里打他 打到一个地步 你再不走 你信不信我 我杀了你了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不要跟动物说话 老奴仔就跟他说 你看不到吗 他真的看不到 我问你 我以前有没有这样对过你 没有啊 没有啊 你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当我们有错误的中心的时候 第一 我们没有了熟灵的辨别力 我们看不到神在做什么 我们看不到神准许的 我们看不到神制止的 第二 我们会成为一个脱液的人 我们会忘记了以往 人啊 神啊 对我们的好处 我们会说 为什么你今次不听我 所以我们会变得 圣情会被扭曲 我们会变得苦毒 我们会变得暴虑 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 来到去完成我们想要的东西 如果老奴仔不走 我刀了你自己走 我相信民主是好的 不要搞那些学生 你不喜欢我不要紧要的 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要保护下一代 所以今天有一个政坛的元老 出来说 他原本是支持占宗 我想告诉你 我支持他精神 我真的有想过去不去 之前我跟教会说过 但他说 我现在不能再去 因为原先我们说 这个运动里面的精神 我们现在已经破坏了 我不是叫你去还是不去 但我想你明白 当你选取某一个态度的时候 你有没有对神的敬畏 看到神现在要做一些什么 当你看到神要做事的时候 你要跟祂合作 而不是去抗拒 忠心 不是忠心在我们看到的利益 不是看到的那些好处 是忠心在神想我们做的事 甚至有些时候是难了 老实说 对于巴兰尼来说 可能他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就是 神准许我去就座以色列 错 神没有准许 神想你去学一样东西 忠心 最后 到今天我想你明白 一个忠心出问题的人 他的熟灵的辨别力出了问题 他自然也不可以跟神同工 所以耶稣说 我要良善 纯粹有忠心的人 可以是很苦读 地执行一些东西 但是 为什么要良善 因为有真真正正而来的良善 你的忠心才会有正确的态度 和正确的方向 巴兰去到山顶 准备要发预言的时候 巴兰做了很多事情 希望巴兰来发一个就座以色列人的预言 他贵赂上帝 做了很多的滞生 但是巴兰他信服神 上帝开始预言 开始说话 上帝透过巴兰的口来说出 建立以色列命运的预言 我想你明白一件事 良善是什么 良善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基础 无论是中心或者是见识 我们在18章第19节 记载到有一个善言人的官 来找耶稣说 良善的福智 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 耶稣说 为什么你要叫我良善 因为你叫我良善 你知道只有一位是良善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你叫我良善 我说的话 你就要当上帝的说话 听到我说吗 耶稣不是只要你做了些什么 我在教会已经很多年 我有很多的侍奉 做这些事情 不会叫你有永生的 耶稣要求你变慢 你一起来跟随我 当然 你说变慢一切 很多人害怕 耶稣的重点是 有没有一些事情 限制难阻你来跟随耶稣 以至于你成为耶稣一样的样式 保罗说 现在活着你不再事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 因为圣灵 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在祷告 让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 让我们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 成为好象神一样 神儿子的荣耀 没有良善的忠心 他坚持去做 硬要去做 没有辨别力 他会变得苦毒 他会变得激进 他会变得用自己的方法 来完成他想完成的事 他会忘记一直以来 奴仔对他的好事 但是 当他被神的灵来感动 神的灵开始在他里面塑造他的时候 他开始有神以来的良善 丁姐妹 今天你来到神的灵里面 你被圣灵充满 当你说方言的时候 你要记得 那个可以改变一切的上帝的能力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结果上帝的能力同样在你的里面 或者 有一些是你不能够改变的 神从来没有叫你改变每一件事 是完美的 不要失望 因为耶稣基督回来 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 他要更生万事 他不只是来到审判你 罚你 他会说 喂 你真的做得好 但无论你怎么做得好 都有人的限制 我要来令到那一件事变得更好 就算你做得很好 你仍然有眼泪 但是我回来所恢复的没有眼泪 没有疼痛 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敬拜 被圣灵充满 每一次我们要来渴望神 在这儿彰显 因为 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确据 凭据 耶稣你真的正在回来 现在我很尽力地生活 我很忠心地来服侍你 我追求的那些我应该追求的 我追求的那些是你明定给我的 但是世界会给我很多麻烦 我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的资源有限 政府做不到的 我们去做很多慈慰 我们的资源都有限 但是耶稣说 不要紧要你去做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会完美 会完全 因为唯有我回来才会完全 但是你要记得 无论你所做的是什么 当你忠心有见识去做 我会称赞你 我会在永恒里来报答你 我会叫你不静 因为来世有永生 你会今世得百倍 今天有很多人 他已经忘记了耶稣回来 就算是基督徒 是用巴兰 处理奴仔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的环境 我们认为奴仔不听我们话 认为 中央政府不理会我们 香港政府有各样的问题 我告诉你 可能都是真的 可能都是真的 但是 虽然是这样 无花果树 不发黄桃树 不结果 牛胖也没有牛羊圈也没有羊 总之 人须走路 打倒腾 但是我们仍然要以我们上帝的喜乐 因为他使得我们的脚 穩行在高处 哈利路呀 难道上帝不理你吗 难道上帝不爱你吗 难道上帝没有掌权吗 所以唯有你用他的良善 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才可以正确回应到 现在社会在失望里面 我们如何安慰 在他们认为的黑暗里面 我们如何去说 造就安慰劝勉的话 在人感觉到不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告诉他们 有可能 在人追求他们的理想 失败和失望的时候 教会仍然可以接纳这帮人 让他们看到 他们的生命不止 今世他们有荣幸 不过很可惜 我们每天的生活 正在按键 我们在看我们的需要 我们中心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 清靠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些东西是会给你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末世的说法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说谎言 今天我们渴望神的医治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耶稣正在回来 为什么要医治你 让你服侍得更好 为什么要让你完全 让你证明神的完全 可以在你生命里面 任何破碎的人 都可以经历这个完全 耶稣正在回来 我们敬拜这个在内的君王 他是一定回来的 所以新约的作者这样说 他说主啊 我愿你来 因为耶稣说 我必快来 你看我们一起站起来 求神再一次的来到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忘记了他回来 或者我们知道他回来 但是我们没有认真过 我们求主怜悯 求主赦免 忧伤痛悔的心 主不轻寒 我们香港人已经习惯了腐足 习惯了自由 所以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主回来的日子 会有各样的磨难 但是这个时候 不是叫教会软弱的时候 是叫教会可以同神同功的时候 是叫教会可以来到去勇敢地 伸出手去叫病人得医治 大声的宣扬 叫福音未传开的时候 可以叫破碎的人来到教会里面 找到他们的希望 缺乏的人在教会里面 找到他们的资源和需要 你在这里吗? 教会你在这里吗? 教会你预备好吗? 教会你预备好 耶稣回来的时候 问你 你有没有奖交啊? 你做得怎么样? 你有用我的恩慈来代人吗? 不要看着我 看着你的主 开始来为祷告举你的手 如果你不懂得为自己来回转 主要是感动我回转 感动我认识 你就是那个在来的君王 主要我不是为自己而活 为你而活 主要我不是为我理想而活 为你而活 主要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一个愿望来活 我是为你而活 所以我过去 因为我为了我的理想 为了我的愿望 为了我以为我应该得到你而活 而我失望的时候 主要求你怜悯 求你来修补 求你赏面 是主要有很多东西 我追求了很多年 但我都没有得到的 但我忘记了追求你的过去 主求你怜悯 因为你仍然是良善的上帝 你仍然是怜悯的上帝 你仍然是怜悯的上帝 大声 大声 你得孤构圣灵 孤构圣灵 你得我 让我感叹我们 要心思愿 請到罪方向 不可失 Halloween 不可失追其他的 請站 slides 授ском crafting 是 請到罪方向 聽 但是 Ch准理 請禱 請禱 sus 俺要 prior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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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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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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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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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直到永远 你真好 你真好 不是 在我们未开始求之先 神已经知道 在我们未追求之先 神已经为我们有命定 今天 因为良善 你会有更大的慈爱 因为良善 你会有更多的忍耐 因为良善 你会有更多的信实 因为良善 你会对人有更大的怜悯 但不再一样 所以 这个良善 会令你更加忠心去服侍 不要那么容易比较 不要那么容易看到 现在给你的失望 因为你知道 你的神在为你 你知道你的神 为你的缘故 祂是信实的 祂是上次的 祂是帮助的 祂是恢复的 祂是更新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这里 你需要祂的恢复和更新 神愿意做 神愿意做 因为祂想你活得更好 祂想你活得更有能力的 来和祂一起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将福音传开 祂在等着你 所以今天当你来到前面 祂说神捉我我 祂的圣灵再次充满我 不只是说一说 主啊 再一次来来去肯定我 再一次来去改变我 主啊 叫我不要去追求我 自己认为的中心 不要叫我有一个 很负面的 適时务 主啊 我要有你的良善 将你的圣灵 将你美好的本质 在我的生命里面完全彰显 圣灵的果子 要在我的生命里面 当他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回转 你说神啊 你要改变我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跪在神的面前 你开始来呼求祂 所有的人在后面 圍到前面的人 来祷告 教会要成为一体 来到活在这个面前里面 好 当他再唱的时候 你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哈利尼亚 如果你需要有身体医治 请你来到右边 这里 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如果你需要给神的灵触摸 快点来到 哈利尼亚 他再唱歌 你upsair 作词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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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秘迟迟迷走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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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怜悯 直到永远 你此爱直到永远 你单身直到永远 你怜悯 直到永远 到永远 你此爱直到永远 你单身直到永远 你怜悯 直到永远 你此爱直到永远 你单身直到永远 你念变直到永远 你怜悯 直到永远 你就供爱直到永远 你怜悯 直到永远 是我们的合议唯一的一个教会 我们同心去呼求你的主 去呼求你的慈爱 你的良善 你的怜悯 去我们一起开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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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爱 你真爱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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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更多 我们不求你 我们要更多 更多的从来 更多的从没有 我们不求你 我们不求你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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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不求你 更多 我正适合 更多 更多 我们不求你 是吧你的爱 你的智慧 完全是吧 完全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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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要我们来接受你的爱 接受你的爱去释放我们的心 释放我们的心得着自由 更多 我们继续来祷告 神来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再来的真实 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 并且他是再来的君王 他要来到审判 他要将万事都来到更新 我们继续来祷告 他要来到审判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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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真好 在威道的弟兄姊妹 可以在两个两个彼此的来代求 求主者让我们成为有见识 忠心良善的仆人 让我们两个两个彼此来祷告 沙哲 沙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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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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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